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曼子宣,继续学习自动化措施 在前面的课程中呢,我们已经将WebDriver基本的API 以及我们所设计的测试用力呢 讲完了,然后呢,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一课程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介绍了自动化测试它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后呢,我们介绍了自动化测试 使用的一些相关的工具 我们这边主要是使用自动化中的WebDriver模块 对我们的浏览器进行操作 我们一步步使用WebDriver这个模块呢 对我们的浏览器进行操作 包括浏览器的打开 导入我们的主页 定位相应的元素 并且对我们的元素进行操作 包括鼠标式键、键盘输入式键 以及对话框的管理 然后呢,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用力 那么这个测试用力呢 是基于卖子学院 帐号一个登录 来实现的 那么这个测试用力 它是一个实现基础 我们必须要有Python 编程的基础 并且呢,熟悉WebDriver基本的AP 然后呢,我们测试用力 我们的用户数据 并且使用一个cell 生成测试报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课程的 主要内容 当我们学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对Web的一些测试 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并且呢 能够完成相应的测试用力的设计 以及代码的实现 好 那么这一课程的主要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